在這區鄉新山會接來 正常的三季代表是五月份的下孫 到七月份的下孫 在今年受到企業疫情 陷害的影響 三年十比九年 減少四十至六十 但是品質是沒有受到影響 狼火在這21號是照常 來基盤到冰獎 當時來提供到 基利的貸款 和國山尤其肥料的補助 希望可以幫助農民來投過籃貸 在這區狼火21號基盤 協助來賓 44名各項參加 今年受到企業影響來減散 有個個性不錯 但並肯定在島和 去年12.7坪 冰獎委員上市的偏向冰獎後 同有副外交替下第一名 在島每個十三點一度 基本要求會要求它超過十度以上 那如果高頻質的話 大概是到12度到12.5左右 接來冰獎團由台中概念研究館 許錦木定五名哈斯界 和國風機士林館組織 平衡標準當中 高興和國風機士林館組織 高興和國風機士林館 佔35分 高渴風味佔35分 年度佔30分 參賽各項必須高三小 未太高粒會來 並且是去挑兩粒來平衡 平衡的時候果形外觀顏色 然後再過來就是看說有沒有傷疤 有沒有說不應該有的人為作業上的舒適 就是傷疤或蟲咬的痕跡傷疤 這次在平衡的時候是外觀的平衡分數 然後後面的話就會有品嘗 就直接用吃的吃看它的口感好不好 第幾個座農會總幹事林館余 表示今年第一次接水渡到寒海 第二次才成功 最後成本提高 要因此三粒減少不少 幫我們尼龍渡過這個寒冬 所以我們能會推出兩個措施 第一個呢就是我們推出 針對尼龍寒海的部分 有一個1.29%低利的貸款 然後第二個呢就是 我們有國產有機質肥料 能會補助三分之一 幫助他們渡過這一次的那個 貪他們的成本這樣 林館余表示 今來是在最重要的經濟作物 但獨特的霸王級寒流 造成了三龍減少六色 所以來的計測比股年高 它是希望13斤來算 是蓋到100塊左右 以主企的種植面積來講 它會73點多公頃 正常的產量應該要有 160萬公斤左右 可是因為減產了六成 所以剩下的差不多剩下 大概60萬公斤 品感結果出爐 第一名蔡月娇 第二名林玉昕 吳青山 第三名郭惠光 劉賢溫 謝宗海 中間分別是一萬八千和五千塊 七月離合和三合 要將在地區清水公園 基本上是燈酒和伴奏的活動 所以請加入一萬八千和五千塊 再次加入一萬八千和五千塊 再次加入一萬八千和五千塊